欢迎回来继续来关心国际重要讯息 南韩国防部官员周日表示 北韩日前发射的火箭射程可以达到1万公里 足以覆盖美国的西海岸 不过专家认为 北韩仍然需要几年的时间 才能掌握到安装核弹头到导弹的技术 韶尔当局分析两星期前 建落在南韩西海岸外的北韩火箭弹害后 得出这个结论 南韩一位军方官员说 北韩近期发射的火箭表明 北韩有能力发射一枚足以打到美国西海岸的 可攜带弹头导弹 一些专家相信 北韩正在研发可以运载一枚核弹头的导弹技术 但也许仍需几年时间 平长当局坚称 发射火箭是为了研究 但是南韩和西方观察人士表示 北韩发射火箭主要是为了军事用途 这次火箭发射被认为 是巩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国内的地位 金正恩一年前在欺负金正日死后 继承了北韩的领导圈 新常人记者邦清光综合报道